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主持您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李老师再次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一开始我跟观众简单介绍 就是大家看大巨蛋 透过媒体的消息 透过自己每天开车经过那个地方 我们发现这个争议这么久了 然后怎么在昨天的这个急转之下 好像我们发现 原来这一年半白过了 怎么又回到原点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所谓风围路转的一种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的背后 也看得出或是我深信 双方的领导人 其实有做过深刻的评估跟考量 那当然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解约 一个是不管说暂时不解约 还是说续建 那都有他一定必要的一个思考的基础 那假如解约 我们现在看如果解约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任何一位市民都可以了解 解约之后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诉讼的一些问题会发生 那诉讼之外 未来可能牵涉到赔偿 那这个时间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结束了 可能是三年五年 甚至搞到十年 所以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要面对这些事情 而且不见得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某一方面会赢 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之下 那以期长痛 那不如短期内承受某些压力 那做一个明快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的一个原因 而且这样的决定 其实最重大的关键 恐怕是柯市长 他做这样的决定的整个过程 绝对是非常辛苦 但是从各界来看的话 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样的决定其实算是明智的 老师您讲到明智 假设我把时间点往回推 推到当初柯市长上任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听到就是说 他一开始提出了比方说八项缺失或是七大缺失 然后到后来我们听到细项的时候 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说大巨蛋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建商 他接了这个政府的BOT案 你盖了一个 第一没有按照原本我们契约内 要设计的这个建筑来做 然后第二个 这个建筑的很多的细节部分不符合公安 所以我们市民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子 那今天这些我们当初听到这个市府所 执意的地方都没有改善 但他却同意他继续施作下去 所以让我们很好奇究竟大巨蛋会拖一年多 那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们从专业上来看 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谈 那第一个层次是说所谓的公安的标准 那公安的标准可以分成几种层面 一种层面是基本法律法规上面要求的公安的层面 比如说多少距离 要有多少楼梯 那多大的楼梯等等 那在世界的各种类似的场合 也有所谓世界性的标准 当然国内的标准是会比照世界性的标准 那除了这样的标准之外 当然还可以再有更高的要求 要更多的楼梯 或是更大的楼梯 让这个面积 观众的取得面积越少 当然这些都是趋近跟安全的一种方式 问题是说这样子的提高标准 是不是合情合理 那合情是说对于一个接受这样的要求的人 那这样他所得到的代价 跟他所付出的成本是不是合情 合理是说那既然已经世界性的标准 都可以达得到 那该不该用更高的标准 我常举一个例子来讲 飞机你可以设计成摔下来 不会摔死人 因为到处都是气囊 掉下来之后就像球一样到处跳 但是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是没办法用 或是说一架飞机 可能载不了几个人 整个成本运出各种可能性都是打折的 所以不会设计出这样子飞机也导致于说 非常非常激励情况之下 飞机还是会摔死人 高铁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轨道弄成防震不怕任何的事情 那房子你可以防震防到非常非常高 但是这种房子没法住你也买不起 所以任何的事情在设计的专业上都有一种所谓叫做平衡法则的一个设计的基本原则 是需要负担风险 但是这风险不能高到我会常常会碰到或是常常会碰到的这样情况之下 所以大巨蛋何尝不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设计 所以一般民众听到公安两个字 马上就会竖起耳朵来 开始紧张到底安不安全 因为那跟你我日后到那个场所有关系 是没错 所以但是你如果跟专业界的聊一聊 就会知道说任何的事情 即使你坐到这里 你的椅子会不会垮下来 多是风险 那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会认为说这个柯师傅所要求的绝对是合理合情的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说柯师傅以这样子的方向 以这样子的目标作为设定 然后要野雄来执行 这个方向没有人会说不对 但是在实情 实务上面 那这样子的要求是不是合情合理 我想这个是值得探讨 也导致于说到后来像昨天这样子暂缓解约 但是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改什么东西 那这个其实可以从某个方向来理解是说 恐怕柯师傅当然也不是说放弃他原来 标准 而是说在这个最高标准 跟所谓已经既有的标准之间 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弹性的一个平衡点 也说不定 当然也不能说柯师傅完全放弃了原来的七项 标准 那只是说比起解约可能造成的问题 那后续的所谓七项安全标准怎么样达到 这个基础性问题其实是可以慢慢商议 我想在他们来讲也许这个解决不解决是更重大的问题 先要解决的事情 那我这样子问李老师 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观众也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影片 那刻意拍的影片就是说怎么有这样的建商网固 大家的安全把17座楼梯都拿掉 那他的这个铺陈是非常的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 那我们在一般的观众所感受到是 一开始陈如老师刚才讲的 假设是否设立一个合情合理 前提可能是先合法 那是否合情合理有待延译的一个超高 高过世界所许可的标准 但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就目前的发展而言 观众或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接收到的讯息是 原来公安是可以退让的 OK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跟一种讲法 当然任何一个人听到说远兄竟然把17座楼梯都拿掉了 竟然草检人命 就不顾大家的安全 我觉得如果师父是非专业的人讲这样子的话 或许还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师父里面有专业的人只讲了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话其实只讲了一半 老师有细看过那17座楼梯究竟 我看过 那这17座楼梯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跟巨蛋有关系的 只有17座里面有十二座是跟电影也有关系 然后有四座是跟旅馆有关系 大概只有非常少数的一到四座 是好像只有一座是跟大巨蛋 而且不是直接跟大巨蛋的作息的讨生有关系 而是大巨蛋旁边的卖场的逃生的楼梯有关 所以以这样子来看 这个三四万的人的大巨蛋里面 其实并没有少任何楼梯 那在地下室 他有增加了很多原来 大家疑虑的这个逃生距离太长的这个问题 他有增加楼梯 所以也就是说 真正最危险的大巨蛋蛋里头 其实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少任何一座楼梯 没有少任何一座楼梯 而是在蛋的周边 所以以Humrong的五座建筑物里面 电影城离大巨蛋不知道隔了多少远 少了十二座 那十二座怎么批 怎么弥补是另外待会要谈的 但是以这样子的非常含混的 说少了十七座楼梯 而且马上是大巨蛋关联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对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专业界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 也不应该的讲法 好 再回过来讲 那电影城少了十二座楼梯 该不该少 当然不该少 但是我们如果在家里面 任何一件事情 椅子可以摆这里 椅子可以摆那里 两张单人的沙发 我可以改成一张双人的沙发 没有少任何位置 没有少任何的方便性 同样的道理 在设计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设计的处理的手法 本来有两百个人往这边逃 要两座楼梯 好 那四百个人四座楼梯 那我这两座楼梯 并在一起或是说两座楼梯拆开来放 这是一种做法 或是说我整个逃生的其他的设备 加强了安全 比如说洒水设备 比如说各种其他更便捷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在法规里面 尤其是所谓叫做性能式法规里面 对于这样子用其他的设备 来辅助的话 其实可以对原来的楼梯 是可以重新考虑他的数量跟大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远雄是采取所谓性能式的法规 我认为让原来的楼梯更精简更简单 但是他相对的要付出其他的设备 或者其他的空间隔绝的一些成本 所以要完整的去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减少 我这样讲 好像在当远雄的一个发言人 我再帮大家解释 但是我们认为说从专业上面 一定要把这样子的原委讲清楚 让社会大众不要只是片面的接受 某些讯息之后做成不必要的判断 那是我针对您这一段回答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间断的总结 一样要达到相同的安全值要求 可以透过技术性的手段去解决 但是就现在这个例子来看 所以其实公共安全已经不是议题 那反而是这个技术性的变动 老师刚才讲的这个状况 接下来就是跟当初契约不一致 真一点反而只剩这里了吗 是是是 所以我真的不想讲这样子的话 但是我也曾经讲过 要打击远雄 打击贪婪的财团 大家都鼓掌叫好 而且对于一个公部门来讲的话 好像确实应该这样子替天行道 一个说对方私设行堂 一个觉得自己 是是是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他所使用的 师傅所使用的方式 师傅所使用的手段 并不是那么精准跟高明 你要打击财团 你可以查他的税 你可以对他的企业行为 做各种各种的管束 但是你哪所谓专业性的公关 跟建筑行为来切入 那而且切入的方式 并不是那么准确 那导致于你自己没有伤到人 反而自伤 所谓自伤 像刚刚就是说 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是一个笑话 去向公关标准 怎么所有的案子都可能达不到 那你这样子要求别人该不该 所以当这样子的智商发生之后 那你所有的其他的所高举的一些旗帜 一种所谓公平正义的旗帜 其实就已经暗然褪色了 所以刚刚讲的说 基础性到底该不该退位 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不认为说是退还是不退 而是大家重新找到一个合理 合情合理的一个标准 OK 佛中根据到上班冲号事件 力减助次 我们的大陆很相似的分析 但下班冲太高的东西 稍后来 染性的基础冲号事件 做的过程 台基谈 其实 最下班冲太高的交关系 参加者 现在要求理好 那大家 请大家 我們現在進行討論的現場 進行討論的現場 老師上半場您講的話 假設我延續您講的話題 有一件事情我們可能很多觀眾 都會有一點擔心或是質疑 在昨天的這個酒吧大線過了之後 遠雄確實給了這個台北市府 一個同意書 同意做改善 那問題是這個同意書 其實我們沒有看到說改善期要多長 然後之前的經驗是 像這種承諾好像不是第一次跳票 所以目前這個時間點的發展看起來像是 反而是雖然北市府說是因為遠雄釋出善意 然後我們才同意他這麼做 可是會不會變成是北市府 反而開了一張空白支票給遠雄 這個也是大家一直在思考跟探討的問題 當然他們兩邊到底在過去幾天 有過什麼樣的討論 我們是不太知道 知道的只是最後搬出檯面的是一張聲明書 跟師傅立即的表示非常樂意見到 然後第二天召開記者會 宣稱已經暫緩解約 但是幾個小時之後 這個遠雄又提出了聲明 所以大家也是看了一頭霧水 在我來看我是覺得可能是在一種 也許有點失控的狀況 因為遠雄確實推浪 在智力行間裡面充滿了推浪跟一個 一個敬意 對師傅的敬意 低姿態 他的姿態比較低 但是看到師傅 有一點點寸勢追擊的感覺 師傅的講法裡面充滿了對遠雄推浪的 理所當然的這樣子的一種講法 那這也許會造成遠雄 某種情緒上面的不平跟不滿 所以導致於想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扭轉他的這樣的一個態勢 那所以其實他應該是七號 那天的聲明稿 確實有些字眼是蠻值得推敲的 雖然他講說遵守相關的法律 但是他所謂遵守相關法律 應該是指已經法規化 法制化的法律 那至於臺北市提出來的那些標準 並還沒有落度到正常的法律裡面 雖然他可以說是利用新人士等等 其他審查來方式去進入正常法律裡面 但是這個確實是有爭議 雖然我們不知道內地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也許可以透過社會的壓力 因為畢竟大巨大已經非常檯面化了 那遠雄確實有答應要改善公安的一個意願 也表達得非常清楚 但是什麼個改善法 什麼個加強法 或許我覺得可以藉著社會的力量 可以藉著專業界的力量 怎麼樣讓這個方向更穩定 更有具體的一個準則可以遵循 那這恐怕是我們社會各界下一步應該要幫市府去做到 而且監督 因為畢竟市府也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善意之後 那他自己不應該去承擔後面的所有的事情 因為畢竟他解決了某些困擾 但是社會各界應該也要幫市府一點嗎 怎麼樣讓這件事情朝著市府原來的目標跟社會大眾要求公安的這樣的一個方向去發展 剛好呂老師講的這一點正是我接下來要請教的 就是說以目前這個新的轉折來看 所以原本看似對立的這個遠雄跟北市府 假設這是一場某種程度的抗爭 那市民的角色應該在哪裡 另外假設這樣的抗爭 我們就目前的結果來看是市府贏了嗎 市民贏了嗎 是 民主時代其實是一個非常弔詭的一種政治制度 因為你選出了一個政治的執行 你的代言人 代言人 理論上好像你應該有四年的時間交給他去處理 他是你的公仆 對 但是又有些憂慮 需要用一些其他制衡的方式 所以永遠一直在這樣子的合作對立委託 又不信任的狀態之下在發展 所以以大巨蛋這件事情來說 市政府的作為方式是要受到檢驗 但這個是社會的專業界應該提出他的檢驗 但市民其實當然就是最無辜的 因為他非常單純的接受了各方面的訊息 包括市政府 包括民主也包括各種媒體的訊息 所以反而是市民他既有沒有專業的背景 然後要接受那麼多的訊息 而且經常是具有主導性的媒體言論 是最能夠影響市民的判斷的基準 所以我們像我自己作為一個專業界 其實一方面是呼籲專業界能夠在這樣子的混亂 紛亂的情況裡面 能夠把該怎麼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向 跟一個條理性的分析的邏輯 讓市民知道 那市民其實應該更多一點聽專業界的聲音 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之下 其實專業界是最最不被聽到 或是最沒有發言的空間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既是專業 然後又沒有他相當比例的影響性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社會走向的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從任何任何的一個社會的紛爭 不管是核四 不管是任何一個國防部的殺狗 什麼這些外行領導內行 可以這麼講 那導致於所有非專的人講的話 只要他有話語權 只要他在麥克風前面 在媒體前面 他講的話絕對就有影響性 導致於媒體名嘴無所不能無所不知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所以如果要避免類似大巨蛋這樣的事情的一再發生 確實應該社會上要把專業界的地位 跟他的一個扮演的角色應該再重新釐清 老師假設我們就從專業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大巨蛋我們回到他的本質 他是一個BOT 回到BOT這件事情上 我們原本以為BOT是夥伴關係 可是我們看到在大巨蛋的例子 是否跟這個業主變成跟遠雄變成是一個敵對的關係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就有專業角度來講 從BOT的法規面 執行面或者是BOT的這個制度面 有哪一些其實是 原本我們在世界上有些缺失的 還是問題不在這裡 是 BOT的精神是說政府沒有能力去執行這個大型的建設 然後希望民間來參與投資 也就是用出參法的各種條件 你既然請人家來投資 當然不應該讓人家是以慈善事業的方式來進入 他獲取一定的成本的回饋 或是成本之外有一定的利潤 也是理所當然 因為這件事情如果他不做 你政府也做不了 那其他人也做不了 那該有的建設就沒有了 所以大巨蛋其實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醞釀產生BOT這樣子的案子 因為台北市政府絕對沒有能力 投資兩三百億來做 那你說要用任何一家投資 那這個地又是政府的 然後各種挫折的關係 所以BOT的發展跟存在有它一定的必要性 所以這個確實是一種合作關係 那導致於到後來 不僅沒有合作 反而是一種互相對立 互相在帶一點死殺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不正常的狀況 那假如如果不是柯市府重新 又進入到台北市政府主政的話 那這樣的事情應該還不至於發展到這個程度 因為畢竟BOT的主席四捨 以前是郝羅明市府 就是三任市長 對他們絕對有這樣子的意思 是希望雙方在合作的光旗之下發聲 所以大巨蛋正義之所以產生 其實是改朝換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改朝換代之後 柯市府我想大家都看得出來 是想要有一些建術 這個建術的著力點 恐怕就是怎麼樣把過去好師府的各種惡劣的行蹟 惡劣的行蹟 然後挑出來 然後打弊案 那這個原始的初衷 恐怕是造成後面一連串的爭議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那當然不是說BOT不會發生問題 確實可能有一些便宜行事的事情 絕對會發生 但是既然是合作 合作當然不是說互相分章 合作是為了更大的目標 那怎樣大家比較彈性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包括大家看到的所謂程序不合法 不過暗土施工等等事情 在我們來看的話 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當初絕對是為了某一個更重大的真正目標 那就是十大院 對嘛 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我們就必須先走這些 先走這一步 但是必要的程序 你還是要補必要的檢討 對 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